香港示威者7月1號短暫的佔領立法會 外界質疑警方設下陷阱 並認為港府持續的漠視民意 導致港人絕望抗爭 7月1號香港立法會外出現了警民對峙 原本駐守在內的警方在晚9點左右撤退 使示威者得以撬開鐵閘進入 當晚10點21分 香港警務處發表了譴責的視頻 但有民眾發現 發言警官佩戴的手錶 時間指向5點左右 台灣中央社等媒體質疑 民眾晚9點進入立法會 為何警方5點就能提前預知 香港泛民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也質疑 警方撤退是港府設下陷阱 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後 用噴漆寫下了林鄭下臺 殺人政權等 有示威者表示 港府漠視民意 他們才出此下策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是迫不得已 我們用盡了所有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政府還沒有回應我們的訴求 這個不就是更加暴力的制度暴力嗎 從6月份到現在的一個民怨的積累 從6月9號的100萬人 6月16日的200萬人的上街遊行 然後到後來呢是震驚全香港的 先後有三個人呢 向政府是以死相見了 這說明了他們現在已經 處於是一個絕望的狀態了 逼切地想要讓政府去撤回這個逃犯條例 很多人呢情緒到了一個是憤怒的點 各界呼籲 港府正視港人的訴求 避免事態繼續激化 我們在英國都在各方面避免的暴力 我們在英國都在各方面避免 但是我們要求政府 不使用這件事發生的 是一個招待的訓練 而是要去理解 是香港人在香港的深深深的 關鍵的基本自由 是被攻擊的 在場記者發現 示威者曾經互相提醒 只佔領不破壞 我們看到示威者其實是避開了圖書館 而且還在門口上面貼了一個大紙條 不要撞壞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陳列了一些文物 那按道理說那些是最值錢的東西 但是沒有人去在那裡做一些打雜 而且我們還跑到了立法會的餐廳去看 他們拿了飲料拿了食物以後 他們還把錢放到旁邊 有一個箱子裡面 在餐廳白板上面寫著 不好意思 打擾了 晚12點 警方清場的期限臨近 多數示威者撤出了立法會 但有四名示威者拒絕撤退 準備被捕 11點50左右 一批已經撤出的示威者 又衝回了立法會 喊著一起來一起走的口號 將這四人拉出立法會 其實他們很多裡面都是中學生 他們自己也都說了 如果他們不出來去爭取 僅僅有的這一點自由的話 可能這一代人以後 都不會再有任何的未來了 警方凌晨1點左右完成清場 週二封鎖了立法會 進行調查 香港教協2號發表聲明 對事件感到痛心 呼籲社會思考 為何年輕人被迫做出激烈的行為表達訴求 並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對修改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 做出全面深入的調查 新唐記者林蘭柯婷婷連線報導 請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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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方